裴洛西到台灣的那次大陸發的是真的飛彈 從這個我們台灣的這個本島穿越呢 但是我們的國防部這個民進黨告訴我們 因為在大氣層所以沒有關係 不但沒有發任何的警報 沒有通知國人 然後呢還特別發塗 我們稍後再揉框裡面好不好 在這個框裡面再給大家重溫一下 雖然那個土已經被民進黨後來趕快刪掉了 但是大家已經截下來 告訴你飛彈呢從我們的頭上經過 經過大氣層沒有關係 但現在呢大陸發射的是衛星 而且我給大家看一下 有突危證 大陸在去年11月30號早就預告了 有沒有 告訴大家按照計畫 這個衛星將在2024年1月 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這個發射進入軌道 有沒有早就表定 早就排定了 所以呢在今天 以這個突發的這個形式 不是啊而且這個說實話 就大家今天被嚇三次嘛 因為他那個國家警報是一連三響 響一次不夠要響三次 我嚇一跳我還會三顆飛彈呢 一顆兩顆三顆就不是啊 一顆衛星你發三次 然後呢你就會看到我們高層的反應 一個接著一個從蔡英文賴清德 陳建仁乃至於這個林靜宜等等啊 大家是台詞都寫好 分工了嗎 那這個蔡英文在高雄浮選 來影片準備一下 我待會給大家看 反應極極奇怪 三軍統帥 國家發了警報 假設你認為這個事情 是對台灣有威脅有危害的 所以才會發警報嘛 發警報就表示對台灣 是有威脅危害的 那你笑成那樣 這代表什麼 沒關係總統在這邊 大家不要怕 有事總統跟大家站在一起 最好是 如果飛彈真的來的話 你也會站在這裡 跟大家站在一起嗎 早就左右簇擁 把你庇護到這個安全場地吧 你可是三軍統帥 來看看我們三軍統帥蔡英文 對於國家三發警報時 她的第一時間真實反應 每天固定要做八個小時 發生什麼事情總統要跟你站在一起 看一下 這個總統就告訴大家 然後沒有關係 我再沒有關係 然後大家鼓掌 歡呼 然後開心的笑 這意味著什麼 就告訴大家這是假的嗎 要不然請問一下這麼重大的事情 請教一下 上次飛彈籃沒有發警報 這次發警報連發三次 表示這次比上次嚴重了 結果總統開心得不得了 大家鼓掌啊 委員你怎麼看待這個反應 我同步請你講來 導播我們回到我們的主視覺 再來講一下 來喔 那陳建仁怎麼講呢 陳建仁就說他被尋嘛 不好意思 剛剛收到一個簡訊 中國發射飛彈 飛彈 然後林維州就去質詢他 陳建仁說 哎呀 我要改正 我講錯了 中國是發射衛星 林維州那發射衛星 需要國家級的警報嗎 當然呢 這也是一個投射器 火箭投射器 所以發射衛星很危險 人家過去就排定了 你為什麼不昨天前天 大前天告訴我們 人家去年就公佈 你去年就應該警示國人 對不對 而且來導播 是不是有一張那個 關於我們剛剛有一張圖 你知道大陸發衛星的頻率 有多少嗎 來我們剛剛有個 這個新聞的截圖 給大家看一下 來不是這個 另外一個 就是剛剛要丟 大陸發衛星的頻率 每個月都在發衛星 好不好 這個國防部也 對 中國四大衛星發射 功能的各億 2023年 去年 平均每週發射 至少一枚火箭 看到沒有 這是大陸的速度 中國速度 去年 每個星期 至少發射一枚火箭 到此刻為止 人家去年就公告了 然後你的反應是這樣 當然啦 陳建人 回到我們的主視覺 陳建人說 當然啦 很嚴重啊 對不對 所以他也是個投射器啊 火箭投射器啊 那你去年是不是每週都應該要發警報 然後我們的蔡總統笑成那樣 委員怎麼看 我發現原來是在民進黨政府領導之下的 整個政府啊 就像小丑耶 甚至是一個演技很差的小丑團隊 你看蔡英文那樣表現 不是小丑是什麼 那陳建人更是 更是像這樣一個低能的小丑 還當中央人就要院士耶 那他表現什麼啊 這個發射這個武器的導彈的 跟那個都分不清楚啊 中國大陸有四個飛彈發射 那個什麼 那個衛星的發射中心啊 一個就是這一次的四川的西艙啊 還有山西的太原啊 甘肅的九泉啊 還有海南的文昌啊 這些是發射武器的地方嗎 那我們每一年花那麼多錢 之後鋪路爪幾億美金 我們什麼這個偵測的雷達王 全台灣都是 我們以此為的驕傲 結果搞了老半天 原來我們國防部 衛星的運載火箭 跟這個武器用的導彈 分不清楚 那真的是丟臉丟到國際上了 從來沒有這麼丟臉過 花那麼多錢搞國防 還要增加國防預算 原來是一群笨蛋 在執行這些事情 從蔡英文你看那蠢樣子 那個誰那個 呈現那個蠢樣子 呆的像個呆頭一樣啊 對不起啊 這個都是都是發射器 你在講什麼 一個一個領導一個政府的人 是這種水平嗎 他堅持告訴大家 發射衛星危險有沒有 需要想國家警報 來我們來看一下自由時報 總是不折不扣的綠媒嘛 自由時報在去年12月15號的 告訴大家 中國大陸又發射了衛星火箭 兩個月來第七次 然後12月30號的時候又登了 有沒有 今天早上發射火箭 衛星火箭經過臺灣上空 有沒有 然後這個我們看到 這個還有訊息嗎 在去年四月的時候 說實話這種新聞太多了 你不要講別的 這個自由時報 都不斷告訴你 你看這個火箭呢 連經過臺灣上空喔 有沒有自由時報寫的 陳建仁總該相信吧 自由時報說火箭經過臺灣上空 那時候臺灣有發警報嗎 沒有啊 沒有啊 所以請教一下 現在沒經過反而發警報啊 所以他第一次說是飛 他第一次說是飛彈喔 對啊 那我是覺得很可怕 因為說實話 假設真的是飛彈來襲的話 三軍統帥這副模樣 我們的行政院長這副模樣 你覺得呢 不是小索團隊啊 我是講什麼不對 而且你要知道嗎 他是3點16分發布的警報 可是他們衛星發射是3點04分 然後這個飛越過臺灣是3點09分 他四五分鐘飛越過臺灣的海域 不是臺灣的上空喔 換句話說 是這個衛星的運載火箭 早已經離開臺灣很遠了 他才發警報 你說有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國防系統 會這樣幹 丟臉丟到全世界啊 你要發也要什麼 他一發射的時候你就發嘛 怎麼會等於已經越過了好遠了 你知道嗎 火箭的速度有多快嗎 運載火箭速度有多快嗎 他從這個四川的西艙衛星發射中心 抵達臺灣的這個巴士海峽的上空 四分鐘耶 那他的十八分鐘以後才十六分 十六分的時候才才講說有這個警報 你是在發心聲的嗎 還是怎麼教寒假作用的 所以不排除他就是想要用這個東西來什麼呀 來戒選這標準的國防部戒選 委員你看沒有錯他這個時間點都很近嘛 有沒有3點16分大響三次 我們的國防部的新聞稿3點半立刻新聞稿就出來了 當然這個央視是3點21分進行了報導 國防部的新聞稿大家知道 假設這是突發事件 沒有吧 他自己講嘛 零四分3點零四分發射 問題是3點零九分就已經離開臺灣好遠了 人家是去年就已經公告了 對不對 去年就公告的事情 然後呢你把它當成一個突發事件 來丟臉丟到家了 你把它當成一個突發事件來嚇唬大家 然後國防部的新聞稿你看到 今天這個楊明是這樣講 根據他對國防部的瞭解 像這種突發事件 你知道在軍方你要寫新聞稿 不是這個發言人寫完以後 就可以丟給媒體 不是 你要經過這個層層的 要稍微省一下 要看一下嘛 那個說實話那一來一往 沉上去再丟下來等等 大概一來一往再一兩個小時 這麼快的時間 馬上這個新聞稿就已經出來了 不由得不讓大家懷疑 這就是一場say 好的大戲 包括我們總統的表情 大家剛剛仔細看 包括我們看到這個陳建仁 包括大家這個歡欣鼓舞 但是說真的亮哥 也真的啦 我覺得因為這個衛星這個警報 台灣下午大家都還蠻歡樂的 你不覺得嗎 這是非常奇怪的反應 假設一個外國人 他搞不好早就知道了 對 所以他是在樂見說 國防部總算搞出一點事情來了 事實上張進已經公布了 那個大陸早就公布的 人家要發射的時間表 對 我們這邊也有啊 有沒有去年啊 十一月三十號他的訊息 對 那個是大陸的 我是說他有列出一個表格 那今天是一月九號嘛對不對 一月八號 一月七號 一月五號都有 對 我們也有那張表格 人家都是就是本來是表定的工作啊 那通常是除非你是擔心他 因為社後不理吧 那有時候會有掉落物 那剛好會掉落到你的領土上 那你就會發布 可是他這個顯然沒有啊 他連本島都沒經過 他是在西南空域 然後飛過去 但是這一顆有經過台灣上空喔 自由時報去年十二月三十號的報導 對 十二月三十號有 經過上空 你也要考慮他會不會有 掉落物掉在你的領土上 那通常會做一些判斷 那 不會啦 經過上空 拋無限原理 掉不到台灣 對嘛 所以 所以基本上你是沒有風險的 要嘛就是 你這個事實上真正的爭議 是因為對比佩洛西來台那個飛彈 因為這個如果在日本 可能是全部都公告的 所以我們去年也是 經過日本才知道的 對 所以如果去年他有公告 今年爭議就不會那麼大 那因為飛彈明顯比 衛星更值得注意吧 那你偏偏選在選前五天 來做這個衛星的這個警報 而且因為還搭配了這幾個禮拜來的發生了一些事情 那比如說國防部怎麼突然之間開始公告氣球啊 是啊 我才不相信中國大陸的氣球是最近這幾個禮拜才開始飄到台湾 對 我跟你講那個大氣氣候的氣球 它是隨時都在用的 對 它不會只針對台灣這個方向 我們台灣也在發經常在弄啊 是啊 所以中南半島也有嘛 日本 韓國那個方向都有 那為什麼國防部突然勤於發佈 大陸氣球又來啦 又來偵測我們啦 這個我直接懷疑就認為就是 是國安會做的決定啦 我跟你講喔 以前我們在講說 為什麼只有空軍啊 在發佈那個大陸軍機的那個繞台的那個飛行圖啊 你有看過海軍發佈的嗎 比如大陸的軍艦距離台灣多遠 海軍有發佈過嗎 沒有嘛 氣球有在發佈嗎 沒有嘛 我認為現在他們大概發佈的每天都來啦 飛機也來啦 軍艦也來啦 那氣球 衛星 飛彈通通都來 他就是要弄那個氛圍啦 所以怎麼會突然在選前兩個禮拜 天天在公佈氣球嘛 所以喔 這個民進黨這個政府喔 連國防部都當作競選工具 這實在太扯了啦 真是太扯了 真是太扯了啦 就是你如果說是如常喔 像日本這樣 人家是有訂那個公佈的規定啦 所以什麼東西他你要依法執行 那這個大家就沒話說 這就是公務員該做的事嘛 你這個不是嘛 你這個就是充滿政治的考慮嘛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汁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Boot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MD's MD's 召集南 MD's 伸ς 以及 V 迢 U